這些東西真的就是從日常生活中 然後就是 在某一個時刻它就會 蹦 就會炸出來 那有人是 就是 已經躺在床上在睡覺 然後就已經 躺到一半了 然後就突然閃過一個東西 然後就跳起來寫 這種事情很常發生吧 例子 我都是睡前 就已經要睡著了 就是已經要開始打呼 然後突然有一個靈感 我就跳起來寫歌 然後就寫到三四點 不是 一般人的睡前時間是蠻長 但是你的睡前只有三秒吧 就是在那三秒鐘有一個靈感 你是三秒睡吧 哇 好強喔 好厲害 哇賽 三秒睡 好厲害 好厲害 這是幹嘛 厲害的不是靈感 是三秒睡嗎 好厲害 是三秒睡的部分 我也覺得是三秒睡的部分 三秒睡很厲害耶 三秒睡很厲害耶 我可以躺在床上兩個小時 我永遠睡不著耶 我也是 我好想哭 所以那個三秒睡覺 例子 例子 而且我睡著之後 北極用吹風機我也聽不見 真的假的 好強喔 我把他的眼鏡從臉上拔下來 我拿走他手上的手機都吵醒他 哇 剛剛講到哪 嗯對 剛才我們在說什麼 我們在說高度興趣的新手 我們從哪個方面開始起步 從三秒睡覺開始 只要你可以三秒睡覺 你就已經掌握了 一部分 創作密碼 是創作密碼 創作密碼 創作密碼 一鍵的接受 門唱 門唱 很 표현 劉勊 政府 劉勳 劉勖 劉勲 劉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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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劉勒